冲水机不停运转 八号傍晚下起的大雷雨 让东门捷运站的地下连通道 变成一个小池塘 真的很难相信 平常行走的地下道 竟然变成下水道 当时连接东门捷运站 淹水的连通道 就是在这里还可以看得到 墙上的水痕 高度是高达了记者的腰部这边 幸好没有波及到捷运站里头 东门捷运站没有淹水 就却有这一扇厚度 超过50公分的水密门 而地上的盖板也会掀起来 让水密门通过完全阻隔雨水淹入 这道水密门就在 捷运与地下道的交汇处 雨是过大有积水迹象时 就会启动防水装置 铺着瓷砖的盖板架起来后 大约一分多钟 水密门就可以完全关闭 这道门的后方 就是积了水的地下道 通常捷运站出入口 都会设置防水闸门 只要一淹水就会启动 因此当时地下道会淹水 反而是从其他通道流入 当时新路二段这边是淹水的 但是地下通道的出入口 可以看得到并没有做任何的防水闸门 加上地势比较低 因此可能是导致雨水淹入到里头去 地下是从水太挤压 从那边下去的 其实就连捷运地下划路段 也设置由水密门能应付紧急状况 从捷运出入口的防水闸门 一直到内部的水密门设下层层关卡 就算之后秋台来搅局 也不用怕捷运淹水 记者华昭平谢维台北报道 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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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